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223年,刘备并是于白帝城后,诸葛亮接受托孤,辅佐后主刘善。作为蜀汉第一实权人物,他开始谋划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。 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是为了报答先帝对他的知欲持恩,完成先帝光复汉旨的遗愿,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在龙中所提出的北伐曹魏,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。 天杜英才,诸葛亮最终壮之魏仇,病死于吴藏元军中,在魏蜀吴三国病例中,魏国最强,蜀国最弱。 这次北伐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期战争。 所以后世有人用知其不可悲而为之来评价诸葛亮的这次北伐,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? 诸葛亮的用兵才能应当如何客观评价? 他的北伐又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启迪呢? 四川大学方北陈教授做客百家讲坛,为你讲述三国名将诸葛亮第二集,北伐悲歌。 刘备死亡以后。 43岁的诸葛亮全面掌控朝政以及军事大权。 在此后的十一年当中,他先是用四年的时间做北伐之前充分的战备。 然后七年间,亲自率领大军奔赴前线,开始他北伐的攻防三部曲。 诸葛亮为了北伐朝位,做了哪些充分的准备? 他深知战争后勤的重要性。 所以他的备战工作就是从后勤开始。 最主要的工作有两项。 第一下,在刘备死了以后,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,闭关,西民,关闭边塞,让老北伐充分得到休息。 因为刘备消停之战是俗汉元气大神,所以首先必须要恢复元气。 在恢复元气的基础上,要务农、植骨,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。 大力的跟种植粮食,目的是什么?积累充足的军粮。 一旦这样子开打,比谁的军粮多,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,在全国范围内。 第二方面,就是平定南中。 平定南中,又称南针,就给他的北伐,就相对于先南针后北伐。 平定南中呢,这个南中是个地区概念。 当时一周南部,最早五个郡,很大一片地区,都统称为南中。 这个地区有多大呢?包括现今的四川,省的南部,云南,贵州,两个省,两个半省。 地域相当广大。 刘备死的时候,这个地区出现了动乱。 当时因为是正在大上期间,所以诸葛亮没有能够处理。 两年以后,在国家元气恢复以后,他开始着手解决南中的问题。 于是,就在渐兴三年。 渐兴三年嘛,是公元的225年。 春天,他亲自率领大军从成都南下,经过当时称为卢水的金沙江,深入不毛之地,移植到达现今云南昆明的滇池这一带。 基本上,平定南中的叛乱,恢复社会秩序以后,当年年底回到了成都。 这就是他平定南中的大体经过。 那么平定南中,除了稳定后方维稳的原因之外,还有没有其他的玄机呢? 回答是有,不仅有,而且大大的有。 南中,玄机之一,实际上是一场史战性质的大练兵。 苏汉军队要是发动百发,首先就必须跨越边界。 这个边界是什么?就是秦岭。 当然是,苏汉跟朝卫之间边界主要在秦岭。 秦岭不仅是海拔高,最高的地方高过了三千米,而且众生长。 南北方向横向穿越的话,最短的路程也在四百里以上。 而且这些道路还非常之艰险齐驱,在这样的山地上面,新军要负重,要带上军武器,还要作战。 没有很强劲的三地作战能力,那毫无胜算。 就跟做天地地,做惯了一样,陡然叫你打仗,到什么地方打,三十层高楼上,步行上去打。 你还没有爬到楼顶,你都找到类垮了。 大体情况类似就是这种情形。 所以,作战之前,必须强化军队的三地作战能力。 把军队拉到南中,云贵高原的三地上面去,一边行军一边打仗,走那么大一圈,再回来。 就是现今所说的实战性的拉链。 所以它是实战性子的大联兵。 这一场联兵以后,当然,蜀汉这方面的,军队这方面的能力,对着大打的加强。 选题是二,就是南征还是一场精锐兵源的大争调。 蜀汉的军队,全国的军队,总数在十万人左右,大体是它的人口的十分之一。 而朝卫的兵力是它的四倍以上,因为它的人口就在它四倍以上。 你在军队的数量上,你又严重处于劣势。 怎么弥补劣势呢? 一个是要尽量增加军队的数量,当然这个是不想说的。 另一个还要增加军队精兵的数量。 而南中恰恰是当时益州出精兵的地方。 因为南中地区当时有一种民族叫做青枪,青颜色的青,枪组的枪,青枪。 这个民族擅长在山地作战,行动快速无非。 所以这场南中平地以后,上万家青枪就被内签,签到成都周边一带。 他们的青壮,四伙打仗的就编为五个分队,史书上称为五部青枪。 这个军队因为三地作战,行动快速如非,所以又用非军的笔号,是蜀汉著名的精兵。 后来这支军队在老将王平的指挥之下,那么在北伐当中,朝卫的大将张后,后来就死在这支飞军的弃剑之下。 又是军事战略物资的大开发。 打仗,实际上说到底,一个是打钱,二一个是打物,就是打东西,打物资。 你手里面要是没有战略性的物资的话,你打仗肯定也是必败物资。 而当时的南中,恰好就是当时冷兵器时代,战略物资很丰富的原产地。 平静南中以后,大量的军用战略物资就必须掉出来,圆圆地掉到中央。 上吊的物资里面有什么呢? 黄金,白银,朱砂,生器,还有皮革,跟牛,战马。 这些都是军队集续的。 黄金,白银可以直接用于支付军费。 朱砂是用来制造医药,打仗肯定是有伤亡,伤亡就要用药。 所以朱砂是制药的重要原材料。 还有生器,生器是用来制造武器的原材料。 另外,它还可以做起器。 做起器以后,然后外贸出口到孙武,然后换外汇,然后回来又支持军费。 所以生器用途也很广大。 还有皮革,皮革那是做铠甲的最主要的原材料。 还有耿油,耿油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。 战马就耿不下数了,直接配备跟骑兵了。 所以,这些大量原材料不断的物资掉出来以后,史书上就有八个字的描绘,叫做军之所出,国以复扰。 就军用物资不断的原材料不断掉出来以后,整个蜀汉的国家在战略物资方面就丰饶了,充足了,不缺乏。 为了北伐草味,诸葛亮认认真真的做了四年的准备工作。 这体现出他一生为谨慎的做事风格。 北伐之时,诸葛亮更是发挥了这一特长。 他选择了一条比当年刘邦攻打项羽还谨慎的进攻路线。 那么这条北伐路线,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? 为什么如此谨慎的进攻策略,却落得一个失败的结局? 公元的227年,分天,诸葛亮率领大军,北上前往汉中,在汉中建立了北伐的大本营。 从此开始了长达七个年头的北伐战争。 诸葛亮,他的攻防的三部曲,大级可以分为谨慎书战,反复调整,以及冒险一搏三个乐章。 每个乐章的主旋律呢,分别是昂扬,努力和悲壮。 主旋律充满昂扬色彩的第一乐章,谨慎出战。 只有一场战役,那就是攻取齐山。 渐行六年,春天,诸葛亮率领大军,攻取齐山。 齐山呢,位置在现今的甘肃的里县的齐山堡。 在说齐山之前,我先得把整个秦岭中断的四条道路,军事地,概况先给大家做了介绍, 然后再说齐山,就比较容易。 当时,两方的交界线最敏感的地段,是在秦岭的中断。 中断以百,就是曹魏的关中。 中断以南,就是蜀汉的汉中,两个中。 要从汉中穿越南北通道,进入关中呢,有四条道路。 从东到西,依次是子武道,洛古道,包野道和陈昌古道,四条。 其中的包野道的包嘛,是包奖的包,叶呢,是斜的。 但是这个鞋子,作为地名这个地方呢,不渡包鞋,应该渡成包叶,包野道。 这四条道路呢,前面三条,就东边的三条,都很崎岖,艰险。 当然,路程比较短。 最西边的陈昌古道,比较平缓。 但是呢,路线,比较绕路,那路途比较长。 当初西汉高祖从汉中打出去,打到关中,最后东下和项羽争夺天下,走的就是陈昌古道。 他是为了保险,也是谨慎,处在谨慎。 此番诸国亮的出兵,比刘邦更谨慎。 他陈昌古道都没有选,他选了在陈昌古道,还在陈昌古道西边的七山。 那么他的玄机何在呢? 一共三方面的观察。 第一,七山,我说了,在现今甘肃里县东北的七山堡,此处还有一些历史遗迹留存。 这个地方呢,距离朝卫,关中的军事重镇,长安,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呢,更远。 直线距离在七百里以上。 那么,选比较远的这一条道路嘛,显然在军事上,就不容易遭受到朝卫重兵的抵抗,就有必死就虚的这个考虑在来。 那就是他谨慎的质疑。 第二方面,就是七山这个地方,这个道路啊,比陈昌道还要平缓。 所以军事运输,运输大批的军事物资和军粮,相对来说更容易。 这是第二。 第三呢,就是这个七山,是通向隆西的交通要导。 攻占了七山,就可以进而攻占隆西。 而军西呢,位于关中的西边。 攻占了军西就可以以居高临下的有力行事,向东攻取关中。 所以这是第三方面的考虑,就有三层的选迹。 所以从战略上面,主攻方向的选择来考虑,诸国梁没有实测的地方。 因为从谨慎出战来看,他已经够谨慎了,没有重大的实测之处。 他出战的失败是在战术上,战术上选择先锋关的人选上,他过于冒险了,不够谨慎。 选了一个纸上谈兵,能说会道,可是十三年相当缺乏的一个马术。 他在接停建立云地的时候,只考虑到地势比较高,不容易进攻,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取水困难,所以被对方的大将装后,把水源给他阻断以后,这个就造成了败局。 前锋一败,战军逆转。 所以这个问题,综合起来看,谨慎出战这一地方。 整个战略的考虑,诸国梁都做到了谨慎。 就是在战术的问题上,有限谨慎。 由此可见,次要的战术,如果谨慎不够,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成败,影响到全局。 他的这个经验,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刻。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,没有达到预期目标,但是魏国也不敢进攻蜀国。 因为孙吴的陆逊,率军大举进攻,在曹魏疲于应付良意作战之际,诸葛亮再次妙手出奇招,向曹魏发起连续的攻击。 初战受挫,诸葛亮吸取教训,改弦跟章,于是进入了反复调整的第二乐章。 调整,主旋律师努力,四年之间调整了两次。 调整还是从战略的主攻方向上入手。 第一次是在初战受挫的当年的冬天,诸葛亮把主攻方向改在了祁山东边,也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陈昌故岛。 这一条城是否成功呢? 当他的数万大军来在陈昌,进攻陈昌县城的时候,没有得手。 陈昌这个地方呢,就是现今陕西宝基市的东郊。 聚守陈昌古城的,是曹魏的一员沙场老将,好招。 此人沙场渐渐恐怖,早在诸葛亮进攻之前,就把陈昌城修建的既旗的坚固,争取尽量的多坚守一段时间。 果不其然,诸葛亮数万大军来在城下,在冷兵制时代,各种工程的手段,全部用上,都一时为能得手。 二十多天之后,曹魏的原旧大军就从长安方向快要赶到,而诸葛亮本身的军粮也不够了,所以只有又撤回汉州。 这第一次调整,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。 这次调整呢,是诸葛亮清醒地认识到,把主攻方向选择到,直接进入关中平原,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 因为这个地方呢,关中平原是超为重兵积极的地方,因此就有了第二次调整。 第二次调整是在三年以后。 重庆又回到了当初的齐山,走老路。 虽然是走老路呢,却是旧瓶庄新酒。 这一场战争发生在建兴九年,就是公元二百三十一年。 旧瓶庄的什么新酒呢? 就是诸葛亮针对齐山的这么一个道路的特殊情况,专门设计了一种特别的运输车辆,就是木牛。 木牛实际上是用木头制作的一种运输工具。 它的特点是载容量大,但是速度比较慢。 但是适合齐山这种比较相对平缓的道路。 虽然做了精心的准备,但是还是这一场调整没有起到意义的预想。 为什么? 因为这个时候,曹魏关东弹区的总司令官已经换了人了,从比较平庸的曹征换成了老蒙深算的司马懿。 司马懿采取了与以前冒险出战,完全不同的战略,坚决不跟你冒险一战。 总结起来,比喻就是缩头乌龟战略。 我出入卖民,就在你面前,身勾高累,坚守不出。 你进,进不了,战,战不了。 比什么?比谁的粮食多? 我的粮食是就地争计的,后方补充的这一个远远不断,冲突得很。 你的军粮,你凡十三月龄,凡个青年带来的军粮一定不多。 军粮吃完,你一定自然都撤军,我不打你,我们不打,我们比谁的军粮多。 这么一来,所以到了后来,诸葛粮也逼迫,也退军。 军粮吃完了,只有退军。 当然,退军的途中,司马懿派遣了大将张鹤来追击。 诸葛粮呢,临机应变,设置复辟,射杀了张鹤。 这当然也是比较拉得出台面的一场战功。 但是总体来讲,这一个调整,主攻方向的调整,还是没有取得预料的效果。 岁月的危机感,是诸葛亮嘛,又在三年之后,就是在建兴十二年,公元二三四年,开始进入演奏他的最后第三乐章,就是冒险一波。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岁月无多,这一次,他把主攻方向调整到哪来,选择到了,比陈昌古道还东边的,就是穿越秦陵的道路最近的包野道,这条道路上。 这条道路呢,我实际考察过,穿越的距离将近四百里多,相当之艰难齐取。 那么,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做充分准备,第一年,在汉中大规模藤田,聚集粮食,汉中平原呢,也盛产粮食,物产也相当丰富。 第二年,大规模修建,包野道的道路,这个包野道的道路,大部分是战道组成,也就是在悬崖,悬空打洞,打了洞以后,塞枕木进去,然后若干枕木,上面铺本,然后中间形成悬空的道路,这种叫,当时叫战道。 大部分都是战道组成,所以大规模修建战道,同时在战道源头,修建军粮的仓库,然后大规模运输。 为了适应战道,为了适应战道,这种特殊道路,他又专门制作了一种运输工具,就叫做流马。 流马这个,就是速度很快,像马炮的那么快,不断的穿梭的,在中间比较小,但是速度比较快。 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,然后在最后,在渐行十二年,春天,从包野道,打出去,打到了关中,平原,边上。 他在包野道北口,叫五丈园的地方,建立了他的大本营。 他这一次是做好了打算,那么为什么他选择包野道? 因为包野道出口北口,就是五丈园,旁边有一条河流,小河流,叫五宫水。 再往前面吧,当然是渭河了,那是东西流向了,五宫水是南北流向的,那是从秦岭山路流下来的。 他在这个地方,准备做,屯田,也就是长期在这儿驻扎起来,我不退,我不是军量缺乏吗? 我就地屯田,就地解决粮食问题,比打仗,司马尼不敢该打,比粮食他也做好了充分准备,可是在比寿命上面,比健康方面, 他没有比过司马尼,过度的精力的透支,过度体力的透支,使他在这一年的秋天,病死在五丈园的军中,中年只有五十四岁。 出师未解,身先死,常识英雄泪满金,诸葛亮的北伐自然没有成功, 但以蜀汉地小人寡的有限力量,能够对当时实力最雄厚的曹魏,主动发起攻击,而且占据上风,这已经很难能可贵了。 那么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深层原因,究竟是什么呢? 他的北伐,真如后世人所评价的,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? 我个人认为,根本在于天,地,人,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,三大基本要素,对他的全面的制约。 所谓天嘛就是天时,相当于我们现今所说的政治形式。 他当时在北伐的过程当中正好碰上曹魏明帝,曹瑞在位的前期, 这个时候曹魏的证据相当稳定,所以在天时上面没有占到优势。 地嘛就是地利,地利上面很明显,也没有占到优势。 因为曹魏军的要发动军功,一定要跨越清理,跨越清理。 这是一个很,摆在面前,艰难险阻的障碍。 李白写诗都写的,数道难,难于上清天。 光是攀登穿越,都是这么困难,你还打仗,所以地利肯定也占不了。 人嘛,是指人力资源,我这个地方说的人是指人力资源。 蜀汉的人口,在此人口,一百万左右,只有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大,曹魏说他的四倍还多。 人口资源少,当然军队数量就少。 这方面的烈士呢,是显然存在。 所以三方面基本要素,对他都不一的利的情况之下,他要想北法会的成功。 这个难度太大,就是能够给对方基本打成平手,对他来讲,他也是胜利者。 但是你就会说了,张老师,你曾经讲过三国时期以弱胜强,经典战力很多,那么怎么对他来说是以弱胜强就不行了呢? 那我们要在哪儿?在这个地方。 就是三国时期以弱胜强占能确实多,但是你仔细观察,凡是获胜的这一方,当然以弱胜强嘛,弱嘛,肯定是人力资源占弱势的一方啊,所以军队数量也占少数的一方啊。 但是,获胜的弱势一方,他一定在其他两项,也就是不是偏使,就是弟弟,当中一定要占一条,至少占一条,他才能会得胜利。 比如说曹操的关渡之战打败了袁绍,他以弱胜强,他占了什么优势?天使,政治形势对他有利。 周瑜,以弱胜强打败曹操,他在哪个方面占了优势呢?地利上面占了优势。 如果说是天、地、人三大因素全部你都不占优势,在这种情况之下,要以弱胜强成功率几乎等于你。 如果这样,北伐嘛,从整体上看,他肯定属于国家行为。 但是,就他这位发动者,因为他究竟是个人嘛,所以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,他发动北伐的心理动机,究竟应该怎样定位? 所以,才看准确了。此前有一种很流行的心理定位,是这样的,就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 八个字。 这个定位准不准确了?我个人并不赞同,我认为它不准确。我来陈述我的道理。 那么,以上,天、地、人三大基本要素,对它全面性的制约,那是我们后人梳理总结出来的。 并不代表诸葛亮当初,那个时候,就是这种看法。 所以,对于我们来讲,是名副其事的事后诸葛亮。 事情都结束了以后,我们来做总结,那容易啊。 可是,在当初诸葛亮,他并对这个天、地、人三方面对他的基本要素,全面制约,他并不完全了解。 客观而论,地利,他不占,他是了解的,他自己都要,自己都要爬起立马。 人,因素,人力之外,他没有优势,他也了解的。 唯独对天、天使这一点,他并不完全了解。 甚至有误判。 为什么? 因为刘备一死,他不是就宣布闭关吗? 就关闭边界。 本来秦岭这一个边界啊,穿越就很困难。 在人为在于关闭。 从朝卫方面过来的信息,就完全断了。 信息一断了,你对朝卫方面的政治形势怎么判断呢? 无法判断了。 因为古代古人啊,对于要消灭一个抵对政权, 在天使上面是有这样的经验总结,叫做取乱,武王,四个字。 意思是对方,如果政治形势发生混乱,你就可以攻击他,拿下他。 如果政治局势再严重一点,走向衰亡了,那你就可以欺负他,实际上你压垮他。 在这种情况下,消灭一个抵对政权,是天使上面是最有利的。 百发一旦发动了以后,在初战,效果是怎么样呢? 初战第一战,初七山的时候,对方,隆西方向的天水,南安,安定,三个郡, 全部宣布脱离朝卫,响应诸葛亮,响应蜀汉。 一时间朝卫,关中,形势大为枕动,完全是一派有利的政治局面。 所以这种情况,就给诸葛亮的感觉,这是有天使对我有利。 既然天使对我有利,那么当初西汉高祖能够打出汉中,打到关中, 进而语,向于争斗天下,许得成功,建立西汉王朝,这个光辉榜样, 就依然在鼓舞他,激励他,而且不断给他的希望。 因为当初,汉高祖也就是这样的,也就是人的因素不占,地的因素不占, 可是占了天使了,占了天使,打出去以后就起了。 那么现今这个情况看来,天使对我有利。 所以,天地人三方面的因素对他来说,在天使,也就是政治形势这个方面, 他认为对他是有利的,并不认为是无利的。 从我们整个摆发的过程当中,在攻防三部曲当中,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。 他率领的蜀汉军队始终是在充满希望的拼搏进去, 不断地调整主攻方向,不断地向对方发起挑战, 并不是毫无希望、绝望的垂死增长。 因此呢,从实际的情况来看,客观的情况来看,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这种勉勉强强的心理定位, 我认为不是太准确。 我认为更为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十个字, 就是以为有口为而努力为之。 诸国梁呢,没有碰上这么好的天使, 老天爷也没有给他更长的寿命, 所以他只能以令人惋惜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, 而这也是后人对他最为动心, 对为怀念的地方。 好,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